我說我看你這個 子宮肌肉裡面的血流這麼多 這海部倒也不容易成功 你要先打一個停經針 效果會比較好 那橫數也是要三個月之後 我說那你就把寒假改成暑假吧 說完了 怎麼辦 我這個痛 我這個子宮後驅 已經彎到後面腸的腰酸變痛 後面又一顆7公分的流壓著 直腸跟那個 脊椎 我說這樣子 你有空就多泡熱水 加上有浴缸 他說有 還有浴缸 只是很少用就是 我說那你就泡 常常泡 那我給你止痛的藥 那我給你那個停經針 停經針就是讓月經暫停 暫停三四個月 肌肉會縮小 它的壓迫就變小 不過這是暫時的 那不是永久 不像海鋪刀燒完之後 它一直縮小 它是暫時 你要效果就會再長回來了 那暫時它至少可以度過這段時間 然後到時候我們把它血流 供應變差以後 又容易成功 歡迎收看 儀式好不好 儀式 儀式 帥哥好了 愛主團 好 我們今天三位特殊 邰哥 過完年了是不是很不想上班 我不會 真的喔 因為嫌太久不習慣 因為你喜歡賺錢嘛 不是 不是 因為嫌太久啊 除非你出國去玩 要不要嫌太久沒有事幹啊 對 對不對 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錄錄影 看看老朋友 也滿開心 笑一笑開心多好啊 對啊 這是醫生 對 但是那是我們這個行 我們這個職業 一般的 一般都是上班族 大概大年出五出六就開工了 對 對不對 他十幾天沒看到同事 他還嫌短 對 所以說過年免不了就是 大餐小餐 對啊 不規律 大吃大喝的 那你知道根據統計 每一年的醫院急診室 只要過完年 會去掛急診的第一名 就是 真的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不太一樣了 現在過年大家會大吃大喝的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的 過年像台灣過年哪有年味啊 對 沒有 一點年味都沒有 沒有 對不對 只有廚藝也可能家裡面 也不在家裡面團圓 對 很多外面餐廳吃飯 但可能上班族壓力偏大 他就還是想說吃多一點 趁著放假的時候好好的 犒賞自己 對 那第二名就是感冒 對 因為天氣的這個動作 你看到好像有點感冒嗎 對 鼻影很重 鼻影很重 對 那第三名就是可能喝醉 會有一些碰撞 表面會有擦傷 擦傷 喝醉會破該 不是 對的 這前三名 他有一個統計不了的 不可考的就是 這一定會的 對 我跟你講上班族你看 年朝九晚五 好不容易放個年假八九天 都開心 對 要回去上班了 又來了 對不對 要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人 真的 為了五斗米折腰 對 所以你說這些病痛怎麼辦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幾招 來喔 一百年 一百年 太久了吧 百多年後病痛 累就靠這幾招囉 第一個 心情焦慮 不想上班 不想上班是不至於 但因為其實我們這一行 就是每年年底 不是都會存檔錄影嗎 對 其實還算是有自己的時間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家裡有小孩就會很麻煩 就會很擔心說 他的東西到底準備好了沒 因為其實年假就短短的 然後你要背他的一些學雜用品 然後還要擔心他安親班 再來就是才藝課到底報到了沒 這樣子 所以就各種的焦慮 然後一直到開工的時候 也許像我自己就是 過年後我又要演那個音樂劇 我音樂劇這五六日都還在演 所以就會影響到自己的工作表現 那常常不是因為自己 是因為小孩的諸如此類很多的事情 然後再來過年 我們一年一次就要去環島 就是因為我們的親戚 處在各個地方 各個部落 對啊 我初二要回自己的部落 要回新竹 過年都在趕行程 好忙喔 然後趕下來之後 就回來就感冒了 感冒之後 我不知道我每一年過年都 泡枕了 在狀態很累 沒有 就是那個 純泡枝 就是免疫力不好 一工作的時候就是會造成那個 就是我們化妝師的困擾 因為那個結痂根本不好蓋 也沒辦法蓋 你就只能醜醜地面對大家 就是諸如此類很多事情就會影響到 自己的工作表現 主要是有小孩 很憧慮 我會哭 因為兒子就會說 媽媽 你為什麼沒有抱到我的足球 然後我就餓 沒有 你是誰的足球 是那種寒假沒抱到 是我會哭 是因為為什麼他要在家 為什麼 說的是 好不容易放寒假 能夠把他擺到外面對不對 通常趕出去 聽說媽媽 我的狀況比較不一樣 通告藝人 通告藝人就是要靠通告維生 所以沒有通告就是沒有收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我過年如果放很久 這樣我反而會很擔心 尤其有時候打開臉書或IG 會看到我一些藝人朋友說 開工了 對 今天說 才出二就開工了 好累喔 我一看我就想說 我願喔 對 我一看我就想說 完蛋了完蛋了 人家出二就開工 就在賺錢了 我還是在這邊打麻將 還書寫 然後你就會壓力壓力超級大 然後就很慌張 可是一刻傳警訊給我的經紀人說 我怎麼都沒有工作 每天傳喔 每天傳喔 然後後來經紀人就受不了說 你不想媽 可是我們很想休息 叫我不要再傳了 所以我過年反而是 如果放很久的假 我會很焦慮 沒辦法 像你看我們過年 起碼都休三個禮拜 對 其實很多上班族 像美琳還有柔衣塔一樣 就是上班的時候 又要忙工作 又要忙小孩 像一個陀螺一樣 一直轉 所以就很期待過年那個 八九天十天的假期 可是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問題 消假回來就會產生焦慮 憂鬱 因為這跟我們人的自制力有關 就自我控制 你這樣累了三百多天 好不容易有個 差不多十天的假期 你是不是想好好放鬆 可是問題是自制力 就跟我們的肌肉一樣 你用久了是要放鬆 可是你放鬆太久 太久沒有中訓 你的肌肉是不是又消失得更快 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回去上班那天 你就覺得很痛苦 甚至你前一天就開始焦慮 前兩天開始焦慮 就睡不好 那曾經有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四十幾歲的 金融業的主管 那他年假前被告知說 你休假回來 會調到另外一部門高升 是不是很值得高興 可是問題是 那個要被調去的部門 是出了名的難搞 壓力又大 對 就是要扛業績的那種部門 一開始是很有信心 所以他想太好了 那我就趁年假這幾天好好想 要怎麼有一番新的作為 對 可是問題是年假的時候 他又想不出來 然後很多人就 以為善意給他忠告說 你們那個部門誰誰誰 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越想越焦慮 休完假第一天上班的時候 嚇人的事情就發生了 他都開車上班 然後他想我當主管有專屬車位 他本來是很高興 結果沒想到一看到那個 大樓的建築的時候 他就開始心悸了 然後越靠近的時候 他就覺得頭暈 頭痛想吐 等到他的車子真的開到那個 他們大樓的那個 專屬車位 沒有 還在車道上 還在車道上 他就踩煞車 打開車門吐 魔力在車道上 壓力這麼大 對 然後他故以為意 然後又上了一個多禮拜的班 他發現他那十天裡面 吐了三次 在公司裡面 他太太就 比較往壞的方向想說 你會不會是 除了壓力太大 有沒有可能是 身體的問題 對 腦子裡面是不是 長了什麼東西 就真的去做很詳細的檢查 但結果出來 生理上都是OK的 生理上的壓力 對 就轉接到我這邊來 那諮商之後 我就發現說 其實他病不想 也還沒有準備好 要做這個升職 只是他的主管 一直鼓勵他說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但是其實他自己 還沒有準備好 對 所以 經過幾次諮商之後 我就勸他 就回去跟他 要升他官的那個主管 好好談 是不是可以讓我 再有一段時間 再去別的部門這樣 那個主管自己也是 過來人 就說好 先到別的部門 去歷練一下 平行的這樣歷練一下 因為他是公司主要的 重點的培訓的人才 結果這消息一發布之後 他不要而癒 壓力減輕了 對 就完全都沒有了 是 主管也是過來 主管說 我當初吐了三個月 怎麼那麼慘 其實不只大人 其實學生 常常在過完年 會有這種焦慮的現象 但我今年就遇到一個 我的學生的病人 他就是每次在大考之前 就很容易有這種 然後肚子痛 然後晚上就失眠的 這種症狀這樣子 媽媽就帶給我們看 那我們就評估 他應該就是這些壓力 造成一些腸胃的不舒服 所以說 大概經過了幾次的 藥物調整 還有跟他討論一下 他的症狀的原因以後 他慢慢心理上 就接受了 那他就很幸運 經過我們這樣的治療以後 結果讓他在今年 大概一月份的時候 有這個學測 參加學測前的 這前面兩個月 他這些症狀就都消失 就是安心準備考試 然後去完成了考試 等他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OK 我評估說 造成他這個緊張焦慮 還有腸胃不舒服的學測 他已經考完了 所以我認為說 那你因為已經沒有 這個壓力的來源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 你應該可以停藥 然後今年過年的時候 你就好好吃 好好休息 去放鬆一下自己這樣子 因為已經大考OK了 結果沒想到 農曆年剛剛過完 他又來掛號 然後他的症狀又大爆發 然後比原來還要更嚴重 那我就搞不清楚 我想說奇怪 不是已經考完了嗎 那過年是很開心 那為什麼過完年怎麼 症狀全部又回來 還比之前更嚴重 結果後來才問一問說 原來因為過完年以後 二月底 壓力更大 然後他壓力更大 因為他一直想說 他放榜的時候 萬一他的考出來的成績 沒有他預期的話 要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就越想越不對勁 越想越不對勁 結果又晚上又開始睡不著 然後早上白天起床 又是噁心肚子痛 又全部都來了這樣子 就只好當然又重新開始 藥物治療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以前的經驗 以前我們考大學聯考 今天就是說 那你就把你 目前你認為 依你的實力成績 你可以考到了學校 和你理想的學校 你就列一個清單 然後你就把它排序一下 假如你的第一支月沒中 那你要第二個要排什麼 第三個要排什麼 你去自己想一個策略說 去申請學校 你從現在開始到放榜前 這段時間你就做這件事 就轉移一下他注意力 然後再把藥物的效果加強 然後他後來才慢慢的 又比較恢復平穩這樣 壓力的 真是每個人來自不同的 行業不同的工作 對 當然想要收心 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來請教一下詠麟哥 我覺得張醫師在搶我的工作 他一般在做心理事的工作 是 但是我提供大家兩個 心理暗示的方法 一般來說都還滿有效的 第一個就是尋求信仰 第二個就是買新的裝備 買新的裝備 尋求信仰 不管你什麼信仰 例如說你信佛教 你可以去廟裡拜拜 或者是基督教 天主教 你可以去教會裡面 就去祈禱 就是一種 把自己交給一個 好像更大力量的一種方式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會覺得 自己很狹小 特別是面對焦慮跟壓力的時候 那個時候如果說 你有一個信仰 你可以把自己交代給他 那你就會覺得說 反正這個我只要努力 成功或失敗是 交給我信仰的那個神 其實有時候你自己 就會變得強大 那第二種方式呢 心理暗示的方式就是 去買你的新的 例如說新的戰袍 女生買鞋 對 或買一個包包 購物對不對 不是只有購物 就是跟你上班或工作 有關係的 或者上課有關係的 對 就你說 這個東西好像會提高 我的工作效率 上課的效率 其實只要你相信 就開始有力量了 所以這些方式 就是可以讓你 有一個很好的 自我暗示的方法 讓你在修完年假之後 表現得更好 有另外一個意口 對 好 下一個我們要看的是 各種痠痛變明顯了 薇如 你怎麼了 是 因為 到了過年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就是 一定是整理家裡大掃除 對 那還有很多人 我相信電視機觀眾朋友們 一定也是會 就是過年前的時候會 搬家 像我就是以前搬家的時候 都很常在過年前搬家 所以那時候過年的時候 就整個 累積所有的痠痛 在你身上 就非常的慘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那個痠痛 就很像 就有點生不如死 就是很像是那種 就是你很久沒有 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忽然運動 對 但是你突然痠 然後一動哪裡就哪裡 痛哪裡痠哪裡痠的這種 這種狀況 所以我那時候搬家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真的整理太多東西了 然後每個東西都要自己 整理整理整理的 然後到了搬 搬到那個地方之後 又要你知道 全部又要 unpack 要打開什麼 對 又要花很多時間 之前的時候 如果比如說痠痛的話 可能會去看一些中醫 整骨 然後針灸等等的 但是因為過年的時間 放假 全世界休息 找不到人 沒有人 全世界都休息 然後只能找那種 你知道 什麼 靠自己還什麼 不靠人 不求人 靠自己 不求人 靠自己 心靈指 你知道年紀越大的時候 這個狀況就會越明顯 而且時間會拉得越久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過年前不要搬家 趕快過年這時候搬什麼家 可是過年前搬家 你就人生就有新的 新的 不然就新的開始 不然你就好好躺在那邊 欣賞你的家 不要動 蘿莉塔 我過年的話 也會很容易痠痛 是因為我其實平常不打牌 但我過年的時候 就是會打牌 所以就是 你一定要跟親友們 聚在一起打牌 因為打牌 你不可能只打一下 像我曾經有 就是打兩天的 就我們就是 那時人就是這樣打了兩天 年輕真好 那其實你可以一直這樣子 這樣子維持這個姿勢 他後面 就是肩膀會很痠到 那時候好單心想說 不可能這樣就五十間吧 而且除此之外 其實打到後來 你一定會姿勢不良 因為一開始坐正的打 但到後面就 好痠喔 你就會開始翹腳 把腳放到椅子上什麼 整個姿勢是歪的 再除了打牌之外 過年還會幹嘛 就是會追局 每年過年 每年過年的時候 電視都會重播甄嬛專 真的是看不膩耶 好可怕 完全看不膩耶 我是在甄嬛專 有六十幾集 我曾經在過年三天內 我全部追完 就一直看 一直看 追劇就是 追劇你就是坐著看 痠了以後 你就開始躺著看 然後就是各種的姿勢不良 所以過完年之後 真的全身太痠痛 我就會立刻去整骨 然後那整骨師就是說 你這個完全骨盆都歪掉 骨頭都歪了 你要注意一下 對 搞壞了再去修就對了 對 你現在有小孩 你不可能有這種生活 對啦 現在不可能就是之前 小醫師 我們在急診室 就可以看到外面 社會發生什麼事 社會的脈動 全部發生什麼事 的確真的 這個是每一年 都會發生的現象 就是在過年前 掛急診症 痠痛 全身筋骨痠痛 背部痠痛 醒悶痠 病人會增加 那的確過年期的痠痛 大部分是因為 以前媽媽下了班 大早出 對 班重大的一些東西 什麼 你的床要換心 扛一扛 閃到腰 的確會多 那另外就是在過年後 這個痠痛的也會多 但原因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剛剛有人講說是這個 追劇 真的過年有時候 大家出去外面玩 就塞車 塞車整個就追劇 三十四十六十 兩天做 把他追完 那是什麼姿勢 就是犬在沙發上 就每天換姿勢 然後我記得有個年輕人 他是在大年初四 還是初五 就是準備要上班前 他跑來掛急診 年輕人看起來也是 很健康的樣子 來就是說 通通到醫生 脖子轉不動 什麼肩膀抬不起來 我第一個想到說 你是不是平常 沒有時間運動 過年去做一些過多的運動 他說沒有 過年也沒運動 都沒有出門 我說都沒有出門 我說你在家做什麼 看起來也不太像追劇 打麻將 我還這樣想 他說他打了48個小時 當然中間一定 還是有休息了 他就可能幾個輪著打 他說打了兩天 48小時 打完之後 大概就結束回去 他就全身痠痛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個反應 是打麻將 真的可以打48小時 可以 後來發現打麻將 也真的會 那就是一個很典型 過年長時間維持一個姿勢 那姿勢又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 不良姿勢的話 它就會造成一個 急性發炎 所以這個在過年前後 因為痠痛疼痛的病人比例 真的會增加 過年期間你找不到 合適的醫生 因為大家都在碰架 對 怎麼辦呢 我建議你就泡熱水 對 因為都泡熱水 可以讓你 如果溫泉的話就更好 今年我們在門診碰到最多 差人不死就要生龍女 龍子 從十月開始 十一 十二 一夜 一直有人來跑來說 醫生 你快點把我這個機流燒掉 我要生龍子 我說我知道 好多人都來跟我講這個事情 有的是不必先打針 可以直接做海胡刀的 後來他們說醫生 到底多久以前 懷孕 我來這裡生農職 我說我幫你們都算好了 例春 明年的二零二五年的立春 就是二月三號四號都立春 之前你要生出來 因為通常 我們一般人是用農曆 跨年就算變生肖 是 但是民俗專家說 立春才算變生肖 沒關係 我們就用放寬來講 我說那你必須在四月二十七號以前 月經最後一次 四月四 醫師你太有才華了 對 在天橋下生命的 被發現 他邊看邊邊 旁邊一個農民綠 對啊 沒錯 就是因為太多人 一直要生龍子龍女 好多 所以他們很多人壓力很大 這時候趕快來處理他的子宮肌瘤 用海胡刀把它燒掉之後 他就準備懷孕了 因為他有時候肌瘤壓到那個 子宮內膜 子宮腔被壓著 就不容易懷孕 被壓破 壓破解除就好了 海胡刀燒完他就不會壓破 我曾經碰過一個案例 他四十幾歲的一個老師 他在十二月份的來找我 我說他寒假要做海胡刀 我說他認為他已經超前部署了 因為二月份 不是一月 二月嗎 要過年 我說不好意思 我的刀已經排到五月了 他說嚇死人了 已經排哪裡去了 我說怎麼辦 我說我看你這個 子宮肌瘤裡面的血流這麼多 這海胡刀也不容易成功 你要先打一個停經針 效果會比較好 那橫數也是要三個月之後 我說那你就把寒假改成暑假吧 我說完了怎麼辦 我這個痛耶 我這個子宮後驅 已經彎到後面長的腰症變痛 後面又一顆七公分的流壓著 直腸跟那個 脊椎嘛 我說這樣子 你有空就多泡熱水 加上有浴缸 他說有 還有浴缸 只是很少用就是 我說那你就泡 常常泡 那我給你止痛的藥 那我給你那個停經針 停經針就是讓月經暫停 暫停三四個月 肌肉會縮小 它的壓迫就變小 不過這是暫死的 那不是永久 不像海胡刀燒完之後 它一直縮小 它是暫時你藥效過就會再長回來了 那暫時他至少可以度過這段時間 然後到時候我們把它血流供應變差 又容易成功 所以大家知道 要找鄭醫師請等半年 鼻子好亂 對 像生小孩就是也是一種壓力 可是生小孩之前要先結婚 有些人到失婚年齡還沒有對象 那其實過年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平常可以躲 可以躲父母 躲三姑六婆 過年躲不掉 躲不掉 對 而且你要被關在家裡十天 所以這個時候 有些人的壓力症狀就出來了 我曾經就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性 他已經就是比較過了失婚年齡了 每年催婚 那有一年他就想說他要擺爛 所以他就回到爸媽家 然後就真的 就有叫他出來吃飯他還出來客廳一下 然後吃完就回去 然後他還幹嘛 也是就打電動 打遊戲 結果他就覺得說 怎麼好像越躺 免疫力越差 其實這很正常 因為你都沒有正常運動這樣子 到第七天他就想站起來 離開床上去好好的咳一下 結果沒想到一咳 腰閃到 後來我才知道說 咳嗽腰閃到不稀奇 還有人咳嗽咳到那個肋骨裂掉 裂掉 因為那個壓力可能全部集中在這邊 然後過年期間 診所又沒有開怎麼辦 他就請家人 載他去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打針才稍微緩解一下 對 所以就是過年期間 其實每個人的壓力都不一樣 但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說 你還是要有正常的好的生活方式 這個才是對過年當下 跟放完假之後回到職場上 回到學校最好的方法 但這些痠痛要怎麼辦呢 請教一下講師 剛剛鄭教授會講說 泡熱水也不錯 這邊提醒兩個大家很簡單 聽起來像廢話 但是真的有很重要 多喝水沒事沒事多喝水 不是廣告詞 他真的要提醒 邊泡邊喝 因為你長時間坐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通常你喝水量會降低 尤其是比如說你過年 你追劇也好 打麻將 你喝什麼 有人喝茶 有人喝咖啡 有人喝飲料 汗糖飲料 這幾個飲品 有個共同的一個特性 都利尿 對 都利尿 所以你水分喝得又不多 如果你再利尿的話 我們知道身體的 所有器官組織的細胞 它要正常的運作 一定要在一個均衡狀態 那均衡狀態 水分的維持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聽過那種 在什麼網咖一打打一兩天 後來發現掉掉了 所以水分喝不夠 你的血液黏稠度變高 所以產生一些血管急症 機會就會大了 所以多喝水第一個 我們還是會請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長時間 都在追劇打麻將 都不太動的話 水分喝得夠 不能只喝茶 它茶反而會利尿 那另外這個筋骨活動 這個聽起來就更像廢話 每個人都知道 但是每個人都做不到 都不會動 對 其實像我 我也是常常痛了 去掛腹肩科 物理治療師 再提醒我的時候 我才會 所以基本上 我們大概都會希望 就是不要到半個小時 你那個姿勢都不太動的話 你就要做一些伸展 那一般做最常見的 打麻將 大概就是緊跟肩 所以我個人 在辦公室打電腦一樣 我最喜歡做的就是 每大概20分鐘 我就會把這個物理治療師 教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把它手往後 手往後夾緊 這個夾緊 這個夾緊 因為我們的肩胛骨 肩胛骨旁邊有滑囊 但你支持不了 那個發炎的機會是很大的 很多人也是因為這個糖通化 所以這個先夾肩 那喜歡主持做40分鐘 可以做這個嗎 可以 主持人 鏡頭沒有帶到主持人 也可以做一下 對 夾完肩這個完之後 再兩個再擴張 所以我大概都會做這個 所以我把你的肩胛骨 剛剛是把肩胛骨收起來 然後現在把肩胛骨拉起來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後背痛 那這樣往外拉還是往內擠 不是 這個往外 往外頂 對 往外頂 對 拉得最遠 所以把你的肩胛骨再往外 往外整個拉開 所以我最喜歡做這兩個動作 這很舒服 對 夾肩 這個其實做完就會覺得很舒服 對不對 好 做完之後很多人 會有50肩 肩也是很常見的 所以我就接下來我就 往上 往上攢 往上攢 攢完之後 往耳朵後面拉 看看你有沒有50肩 看看你有沒有50肩 對 乃哥果然厲害 乃哥很輕易就拉到耳後 你不阻止他 他會拉著 應該會拉了 這個就往後拉 所以這個除了你肩胛骨之後 往上拉 所以你的脊椎可以拉開 然後你的肩膀活動度 可以拉開 那下背你可能就要站起來 一定要起來 對 你要找一個固定物之後 身體往下 屁股往後 把你的 用你的這個臀部的力量 大腿要站穩 把它拉開 對 把你的下背拉開 這是一個很輕鬆的動作 可是讓你做30分鐘的動作 你哪些地方會痠 很多地方會痠 你不用力這樣30分鐘 你大概就從你的頸尖 全部都痠 所以其實你做的是一樣 你30分鐘 你同樣的動作 你都沒有經過一個 適度的平衡了 很多症狀會跑出來 接下來我們看看 還有什麼狀況 年後泌尿問題來攪局 有 薇如 新家怎麼了 沒有廁所 不是 廁所沒整理 是因為 天氣冷 懶得起床上廁所 真的 你會有這種狀況吧 怕痛很冰 你要憋得住 對啊 像我們想憋 憋不住了 超大的包條 或者是到冬天的時候 你會很習慣穿比較緊的褲子 因為你穿緊的原因 是因為你就怕外面的風太大 有沒有 鬆一點 灌一點 對 會有那種風灌進來 風穴會來風 對 很冷你知道嗎 然後又常常睡覺的時候 就是有尿液 然後就是 又憋尿不想上 又憋尿不想上 又沒喝水 對 還有再加上什麼 你知道嗎 像剛剛蘿莉塔有講大麻 這樣也是嘛 對 你過年那時候也是 就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時候 或是你在 手氣正好 怎麼能夠緊張 對啊 像這樣 有人會被罵 憋到憋不住 或是別人連裝 你也走不了 你還是得憋你知道嗎 除非你尿出來 我就讓你去 但是你知道沒辦法 所以你就還是得憋 所以像種種這樣子 你知道一下來之後 就會發現 年後就開始真的 就覺得 泌尿到 就感覺有點感染 然後不舒服 然後上廁所的時候 開始有一點刺痛感 想說天啊 怎麼又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覺得 剛開始就想說 喝點那個蔓越莓汁 因為你知道也都 有經驗想說 喝點蔓越莓汁什麼的 來不及了 對 已經不及了 這已經改染了 對 剛剛你不舒服 已經上廁所會痛的時候 你就開始覺得 真的要去看醫生了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對啊 真的 所以過年 大家真的勸大家 不要憋尿 憋尿 對 因為女性的尿道 只有四公分長 男性有十七公分長 大家不要奇怪說 我老公有那麼長嗎 就是 因為我們感染的 固境很短 男生有一段 雖然是在體內的 女生的感染 就比男生容易 因為他那個 細菌要從門口跑到 膀胱是很容易的 只有四公分的 具體差了四倍 那加上我們的社會 有時候給女生尿尿 不是太方便 所以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在呼籲說 我們的男女廁所 不應該是一比一 至少要一比三以上 那我有一個病人 他49歲 他是長了這個 子宮肌瘤 來找我的時候 已經超過十公分的 然後他來找我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春節的時候 打麻將 打得太順了 結果他就一直沒有去尿 一直忍住 他就是這樣 手氣怕跑掉 所以就搞了四五個小時 結果發現 去尿廁廁所怎麼尿不出來 他傻眼了 說這怎麼辦 我尿液很強 那這尿不出來 就知道去掛急診 急診的醫生就跟他說 你這個膀胱快破了 快要一千CC了 那我們平常其實三五百 就不得了 很多人一兩百 就尿液感就很強了 通常我們不希望 你尿液感很強的時候 再忍半小時一小時 或者最少 你也不要說四小時以上 才尿尿 大部分我想都會在三小時 兩小時尿尿 那一般 兩小時以內尿 稱為 那如果兩到三小時算很好 如果四五小時的話 實在是尿得太久 結果原來後來問 我說你怎麼會搞到 這麼大一顆瘤 他說不是 都要怪你們這些醫生 老師叫我把子宮割掉 我說不願意 我說對啦 我們的教育 當然都是被教育成這樣子 說子宮生孩子之外 就沒用途了 就是說不生了就把它割掉 他說我不願意割掉吸管 我說你什麼時候發生這個瘤 他說我四十四歲 就五年前就知道了 那時候六公分 大家認為說可以再觀察 那我也以為快更年期了 每隔四十七歲 都入育也是快更年期 其實現在我門者 還有很多五十五歲 還沒有停經的 我門者還有一個六十歲 還沒停的 所以現在一直往後延 對啊 像六十歲那個 他常常開玩笑說 我去買衛生免 他們都說 你是幫你孫妮買 他說沒有 買三代的 買三代人的 我跟我媳婦跟我孫妮 都是我來買的 令人羨慕 令人羨慕 對 就是很青春 所以現在 他以他四十四歲 就以為他要停經 結果是錯了 他越來越嚴重 到了去年四十八歲的時候 他已經發現已經被十公分了 然後血紅素已經掉到 掉到七點五了 我們正常是十二以上 他就經常的貧血 又貧尿了 他已經覺得 可是他又覺得說 都叫我鴿子公 可是我總覺得 我四十八九歲 總該快停經了 所以醫生其實有幫他測 我們跟他說還沒有 你還沒有 他說他不信 一直到春節打麻將的時候 才說完了 這就是尿不出來 為什麼你知道 那個很大的瘤 壓住那個膀胱頸 讓他那個角度變了以後 就無法尿出來 就是倒尿 他慘的是急診醫生 還跟他說 現在幫你倒尿 倒完了 你應該去開刀 現在回去 假如過幾小時又脹尿 再來就是放尿管了 因為你不會尿 對 因為尿不出來 對 尿不出來 還好他回家以後 他就很緊張 就兩三小時 就跑去尿一尿 又尿出來 就隔天剛好 他們打麻將的朋友問說 到底昨天你去急診結果如何 他說就這樣 他說 你是怕割子宮 那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給那個鄭某人 就鄭醫師 鄭某人 海浮刀 就是沒有刀口 子宮也不會把你割掉 就很好 症狀頻尿什麼都沒有 頻血什麼都一些正常 他說有這個方法 他說你沒有搜尋一下 網路上就有資訊很多了 後來就跑來說 那我要做海浮刀了 所以我覺得說這些人 就是拖到最後一刻 不是膀胱也有 是尿不出來的 已經尿不出來了 所以你說這個 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光靠喝蔓越梅汁 沒有用 不夠力的 有時候吃的憋尿是身不由己 真的 一年裡面高速公路最塞 大概就是年假 真的 這幾年 這幾年交通部很多措施 分流還好一點的 我還記得十幾年前的時候 年假從南部回到北部 開車開十個小時 太輕鬆平常了 是 對 所以其實那時候 有些人 大家不知道想不相信 有些人在車裡面 現在可能會去包 穿紫尿布 年輕人開車 現在有很多很方便的 穿紫尿布 容繫有很多 容繫 以前我就碰過一個 一個女的就是 全家回去之後 會回來 回來之後他們也知道 可能會塞車 所以他們準備塑膠袋 可以想說用塑膠袋 在車裡面小便 總是不方便 可能家裡還有 車裡還有別的人在 不是 重點是上完之後 要放在哪 對 都要帶 包起來 跟你剛剛打包的菜 先放一起 對 打完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想說 如果能夠不用 就盡量不要用 當然 所以他實在是忍不住了 怎麼辦 所以不得不就是 在車裡面 用塑膠袋解好了 結果他一解完之後 他嚇一大跳 因為他解完之後 他全部都是血尿 所以剛剛 真的有講過 當你的膀胱 如果你被撐得非常大的時候 你的黏膜組織 那個張力很大很大 又撐一段時間 到時候你真的憋不住 也要解出來 你瞬間把它解掉的時候 那個張力一下子縮小的時候 有時候黏膜的確就會滲血 也會滲血 還好也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 其實那個就是一種 很常見的膀胱發炎 就是他後來開開開開 開到晚上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在看診的時候 他來是已經晚上很晚了 他就下降流道之後 就直接到醫院 直接到醫院 開車到醫院 他說為什麼 直接血尿很擔心 問一問就是塞車 塞了很長一段時間 真的就是一個膀胱發炎 好辛苦 但如果不想要年後 有這個泌尿道的問題 我們真的要請一下曾醫師 對 預防生理治療 但最根本的還是那個 賈醫師說的乾話 就是多喝水 多尿尿 多尿尿 真的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還想多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真的覺得很怕喝水 會沒地方尿的話 那建議你可以預先 預先就多吃一些維他命C 維他命C 它可以讓那個 尿液中的這個雅酸 硝酸 變成抑氧化蛋 那抑氧化蛋對細菌是有毒性 容易殺死續菌都對 維他命C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有很多水果 是對這個是 比方番石流 藍莓 什麼蔓越莓什麼其他對 蔓越莓它的花青素 為什麼男生佔便宜 就是因為 十七公分的尿道 還沒游到終點 大水又來了 又把他沖走了 這男生就佔這個便宜 那女生就吃了虧 就說距離那麼短 他很快就跑上來 所以加上他那個構造 周邊的構造 還有那個陰道 還有這個肛門 距離比較相對比較近 男生他這個會陰陰朗 都整個把尿道 全部擋開來了 所以對女生來講 預防尿道炎 膀胱炎 最重要是 多喝水 多尿尿 真的你想辦法 我就覺得真的 真的不要為了不好意思 就不尿 我跟你講我想起這件事情 你是說你常回台東 台中 台中 我跟你講以前我在 大概30年前在台東 馬街當副產科主任 年輕的時候 常常他們都原住民 喝酒你知道嗎 喝了啤酒以後 還沒開會台東市 就已經 脹了一個糊塗 就有一次 有一次一個原住民的 護理師跟我說你停一下 我說你還能尿啊 你怎麼尿呢 這個大馬路上你怎麼尿 他說我教你 後來寄到現在 怎麼教你知道 他說你下來 把前門後門都打開 對啊 前門打開 然後中間屁股半蹲 不能全蹲 全蹲後面光線會照到 亮光光的屁股 他說半蹲 然後他面對那個田野 另外一邊是田野 這邊是車子擋住 所以看不見 前後門都打開 後來我只要看到前門打開 他說這個人大概就鳥鳥 中蛇住在中間 對 對啊 好穩穩 都在馬街服務過 就是台東 不過有人要提醒說 小心蛇 對 所以他在大馬路上 你是面對著 你這輩子靠這個草 所以蛇也是無孔不入的 無孔不入 所以你要泌尿到發炎 還是被蛇咬 好慘 所以我們來看的是 開工收心還要收腸胃呢 好 開工收心要收腸胃 就是 把吃飯的時間拉長就對了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 很容易暴飲暴食 是 由於在過年的時候 反正過完年就是腸胃科的旺季 什麼急性腸胃炎 然後消化不良 胃食道逆流 在醫院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印象滿深刻的案例 他就是一個那個商會的會長 他就在元旦的時候 跟廠商吃飯很高興 然後結果吃完飯 當天晚上 回到家就肚子痛到爆炸 然後因為太痛了 痛到他就吐 結果他吐出都是那種 綠綠的膽汁的東西 很苦 很不舒服 那他就嚇到了 然後他就趕快來急診這樣子 後來急診結果 給他做一系列檢查 發現說 原來你 你這個不是單純的腸胃炎 你這是 因為 對 因為你有膽結石 那因為你可能聚餐的時候 這個大魚大肉 結果那個石頭 掉出來卡到 胰臟的開口 現在胰臟已經 胰臟炎指數很高 後來他就住院就收給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他把石頭 處理掉了 然後住了幾天院以後 就OK了 那就跟他說 因為這個膽結石還有 可能就不要吃太油膩 然後可能吃東西也不要吃太快 細嚼慢燕 盡量不要大魚大肉 然後後來就過農曆年了 同一年我們值班 急診室又打給我說 張醫師那個 有一個病人現在診斷是 急性膽囊炎 然後發燒這樣 那肝指數不正常 那因為過年的時候 外科醫生不開刀 對 然後接完電話 那就是收住院以後 主治醫師叫他去查訪 結果一查 怎麼又是你 怎麼 你又來了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是這次吃太多吃太快 他說因為我 昨天晚上除夕的時候 我老婆弄了一個蹄膀 我喜歡吃蹄膀 所以我大概一上菜 差不多十幾分鐘 我就一個人就吃掉了半個 然後後來就 又肚子痛 可是他說可是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是痛上面 他說這次一直痛右邊 然後我想說 這個應該不是胰臟發炎 這痛右邊 那我想說是不是腎臟還怎樣 可是他說不行 那到半夜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然後後來還發燒 他就想這樣不對 這很奇怪 他就只好又來急診 結果這次不是胰臟 結果這次是直接 石頭就卡住膽囊 結果膽囊發炎 那因為他那個指數滿高 我們也不能開到 後來就只好給他擦管子 就從外面擦一根管子 就把那個膽汁先流出來 然後流出來那個都是 膽汁都很髒 黃綠色的比較 比較看起來有細菌的這樣 搞了一整個過年 也沒回家 後來還是把它割掉這樣子 對 才打抗生素 切膽然後才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男生吃東西 跟女生不一樣 男生就很喜歡 狼吞虎咽對不對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腦子有個 你要腸胃好 一定就是基本上 就是要吃七到八分飽 我們不要讓腸胃有負擔 不要吃過飽 那怎麼樣你可以吃到剛剛好 不會過飽 其實重點就是 吃飯時間要拉長 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真的有時間的時候 一口飯吃大概攪個 10到20下 然後通常 一餐飯要吃15到20分鐘以上 因為我們通常你透過 你的咀嚼的動作 跟拉長示範時間 你的那個腸胃道 會受到回饋 會傳到腦部說 我已經吃飽了 我不用再吃了 這樣子 這樣子是比較好的吃飯方式 但是男生常常就是 可能短短10分鐘以內 就比方說客兩個便當 他已經吃很飽 但是他的腦子 還沒有接受到 他已經吃飽的訊號 他就已經吃過量了 所以大家假如要 腸胃道健康的話 其實細嚼慢驗 然後拉長吃飯的時間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吃飯時間拉得很長 沒有 吃個法國菜 對不對 吃個三四個就好吃 但每一道菜上來 三秒鐘 對 時間拉得很長 對不對 因為都一點一點 都是一口 你吃日本料理還要這樣 你給你也是一口 對不對 因為三秒鐘嚼下去 他還要配酒 你知道嗎 他也是很傷胃 你要嚼多一點 一小口嚼20 沒有用 太難了 你便當不能給乃哥一轉眼 吃完了 太難了 很快 我叫急性子 你真的沒辦法 我們今天這個過年 講大魚大肉 是 大家到底怎麼樣來養生 對 羅妮糖 我自己呢 我曾經過年期間 肚子痛到去急診室 然後那時候狀況就是 肚子好痛好痛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一定是因為我過年 其實吃太多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吃壞肚子 沒什麼嘛 那去急診室看一下醫生 好了就沒事了吧 結果沒想到去看醫生 照給S光 醫生就跟我講說 小姐你那个过年期间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饮食 因为你的肚子里面都是大便 我居然是因为满肚子大便 然后去看急诊 很多朋友就来关心我说 你还好吗 你怎么了 我都不敢回 因为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我是满肚子大便 太丢烈了 很俏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好吧 我知道了 就算是过年期间 也要好好注意一下饮食 所以像我现在 我就是除了会多吃蔬果之外 我还想说要来喝优酪乳 可是因为喝优酪乳 也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因为我就有营养师朋友 跟我讲说 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优酪乳 都强调健康 但事实上很多优酪乳 添加很多糖 太甜了 你以为喝优酪乳可以健康 没有 你喝那么多糖 其实更不健康 反而会变胖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说 要喝优酪乳还要好好做功课 对 那我就上网 特别研究一番 我就发现了这一款 益生菌优酪乳 那它里面有添加了 独家打造的 BITUS PLUS黄金益菌群 所以可以帮助消化系统顺畅 然后再来 它没有色素 没有香料 没有胶体 所以喝起来非常的健康 然后也很安心 再来因为它是使用 非常棒的高品质的生乳 透过恒温慢发酵 所以你会觉得它 非常的滑顺 好喝这样子 那刚刚前面有提到 因为像我就是怕 喝了太多糖会变胖 所以我个人就是会喝无糖的 可是因为其实有些长辈或是小孩 他们会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优酪乳油 那个酸酸的口感 所以除了无糖的之外 它也有出原味的 还有草莓口味的 草莓口味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我本人就是草莓 对 我看你那杯都喝完了 火力 对 因为你现在喝的那个草莓 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香精的 你喝到都是 所以小朋友喝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 就可以轻松照顾到一家大小的口味 而且还可以帮助消化顺畅 安心又好喝 带来给大家试喝看看 因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然后推荐给大家这样 因为优格普通常就是我最爱的 对 因为我觉得养生很重要 对 像我才从曼谷回来去五天 每天早上我一定两杯的优格 小杯的那个 再加一些红莓跟蓝莓 过再一起吃 很健康 所以就喝到这个口感很好 是不是 可是它非常地浓 这么大杯我要喝完 对啊 你们两个很夸张 再来一杯 对 张医师你孩子也应该有喝优格舞吧 有 小孩也都有喝优格舞的喜 其实因为像现代人常常工作很忙 一忙就常常忘记起身 对不对 没错 那像很多上班族都会时常熬夜 那放假的时候就 待在家里追剧 就不出门 就是其实身体的活动量就下降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肠胃道的蠕动也会跟着变慢 而且消化道的机能也会变得不好 那你这样身体里面 假如排不出的废物 慢慢堆积 就会成为培养坏菌的这个温床 所以很多人 它为了要这个维持消化道的机能 然后改善自己肠道的菌相 这时候大家就常常会选择 用这个益生菌 或者优落乳的方式来减少这样子 优落乳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话 它里面的这个乳糖 因为已经被转化成乳酸了 所以它比较会减少这个肠胃道不适 而且因为酸性的环境 也会让我们的人体对这个营养吸收会比较好 那另外有益生菌 益生菌就是可以改善平衡这个消化道的菌相 去减少你不舒服的情况 那大部分的民众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在这个为了顺畅的时候 去选择优落乳 通常就是以 消化好喝 无添加来做选择的标准 那像这个 刚刚罗莉塔提到的这个 Bifidus Plus 黄金义菌群 它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帮助顺畅的一个好菌 那它是一个严选欧美义菌 组合而成的黄金义菌群 然后再因为它采用了一个 就所谓的恒温慢发酵的一个技术 它就可以让这个口感 感觉是比较浓郁滑顺这样 那这个本身因为 刚刚提到说 它并没有去添加一些色素 或者香料还有胶体这样 大家可能对这个胶体 比较不熟悉 因为胶体它其实就是 为了避免这种 优落乳 加到这个胶体以后 会让这个优落乳里面的成分 彼此抓得比较紧 就不容易产生这个 分离的现象 那因为这款东西 它没有添加这些 所以假如你发现 它有这个分离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里面的乳清蛋白 跑出来了 那这时候其实不用担心 你就把它摇匀 也蛮适合 就是说一家大小一起来喝这样 而且它完整个有饱足感 飞下去 对 我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假如你要喝优落乳 我是建议要养成一个 每日固定饮用的习惯 对 因为我们一般都建议 优落乳是在两餐之间 或者饭后饮用 那像晚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人的消化道的蠕动 会变慢 所以假如你晚上喝优落乳 这个好菌它停留在 消化道的时间相对也比较久 比较可以达到健康的效果 那你透过这个长时间 每日固定饮用 就可以达到这个培养出 充满好菌的健康消化道的 这个效果 非常好 谢谢罗丽兰 是 这个年已经过完了 但有些人还是沉浸在 过年的企业中 身体还是要注意好不好 好了 大家摆脱这个年后的病痛方式 记得做好健康管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